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也少了点 黄山你还没有去过吧 还没去过 黄山怎么样 那儿的景色是世界有名的 早在一千二百多年以前 黄山就已经是中国的名胜了 你在那儿可以看到 从早到晚景色再不停地变化着 而且不同的人看感觉也不一样 它最美的景色是白云 松树和山峰 你从山上往下看 白云就像大海一样 人们叫它云海 黄山的松树和山峰也都很有特色 很多山峰样子都非常奇怪 所以叫做棋峰 松树就长在这些棋峰上 云海 松树和棋峰在一起真是美极了 不但中国人喜欢游黄山 而且外国朋友也常去那儿 黄山有一棵树 叫做银克松吧 对 那棵古松有一千多岁了 它每天都在热情地欢迎游黄山的朋友们 好 下星期我就去黄山旅游 因为那棵树在一起 我们下期见